开门警察警察开门 不要动不要动 特勤警力全副武装攻坚 男子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原来他过去涉及多起的暴力讨债案件 这回警方扫黑逮捕九人到案 身穿白色上衣33岁的孙姓男子 他自称是竹联邦红人会台北分会的小组长 双手被上钩移送地检 检警调查他前科累累 去年10月他借故说被害人要挖脚他的小弟 把人约到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酒店 对方带着妻子跟朋友赴约 被持刀出拳攻击勒索600万 一直到现场的人喝醉了趁热烙跑 在今年2月一名被害人欠赌债1700万 但还钱之前就过世 随心男子追到对方家中拦下死者哥哥的车 拍窗恐吓 隔天还带着20多名黑人到攻击现场 当场被警方逮捕 去年9月他也曾经叫小弟到新北市树林 一间车行砸毁被害人店里20辆机车 当下嫌犯落网后自称是行车纠纷才会寻仇 在主贤的作务处除了茶扣进口名车 毒品还有开心刀等等犯罪工具 尽管大动作骚装暴力讨债 但却是完全没有投到钱就先被抓 TV新闻环境我家卖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